戴一下 我是不是特别有福气那种人 有点钻摇不住他的气场 怎么了 有个粉丝都不知道 怎么挑选适合自己手肘的款式 小陈你卡一下吧 好 那今天呢我就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市场上比较流行的几种款式吧 那首先我先给你们讲一下那个 辅助 辅助啊 帮我找一下 然后这里有一款辅助 像我现在拿的这款辅助呢 它就是一个比较胖一点的小胖纸 可以说一个小胖纸 它是怎么那么怎么去分辨这种小胖圆条呢 就是它是属于那种内圆外圆的一个条形啊 然后它有它也有细的也有粗的 像这个的话它就属于粗的 然后我找一下那个比较细一点的辅助 小杨你知道辅助它的运意是什么吗 意义大概就是亲情友情爱情 它就是常常有圆圆满满的 哎呦 不错哦 最近有点长进啊 肯定那样 这两只呢就相对来说 它就属于比较细一点的浮着 但是像这种呢 它就属于那种比较靓丽一点 它不挑年龄阶段 但像这种比较胖一点的圆条子呢 它就会比较挑 因为它本身它的量都会比较大 比较胖 就比较富贵啊 一看上去就比较富贵 所以说它就比较适合一些 比较有福气的女孩去佩戴它 会比较适合 要有要压得住啊 这种手朵 像这种的话它就不挑了 而且也是属于比较百搭的 那这样吧 给你们伤手看一下 叫我们小陈来戴一下吧 你先戴一下这一只 要不你两只戴上去 我自己戴怎么戴 你不是一天到晚嫌弃我皮肤黑 两只一起戴吧 给大家对比一下 因为像后面这一只呢 它是品质 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好的 这个价位的话 它是一个到一个两万九的价位啊 它是漂一个兰花脆 然后种水呢 它是一个落冰网上 而且它的种水整体来说 比这只还要更好一点 这只呢 它也是种水好 但是它素条子没有颜色的 像这只呢 它就在一个千数左右啊 在一个八千块钱左右 区别还是有的啊 像这只的话 它的底子它是比较干净 然后种水就已经比这只好了 然后再加上它还带色啊 所以说它的这个价格的话 可能要高一点 像这只呢 它就属于一个素条子 但是像这种素条子呢 它就比较适合一些 年轻的女孩子去戴 十多岁出头的 二十岁都是可以戴的 像这种的话 它也是不跳年龄阶段 但是的话还是尽量 这种带色的镯子呢 还是尽量去 二十出头以上的女孩 去佩戴它会比较好一点啊 虽然说它也是比较百搭 有那种冰清郁绝的一个感觉 你把你的手放下来先 冰清郁绝的一个感觉 这条小胖条呢 我就给它戴一下 我是不是特别有福气那种 这一只呢 它就属于比较胖一点点的小胖圆条 我戴的话还是有点镇压不住它的这个 有点镇压不住它的气场啊 圈口太大了 对 它圈口会比较淡 然后它会比较胖一点 带一点脆色 然后带一点点小春 这个价位的话就在一个 九千多块钱左右 因为它是一个络种嘛 但是它的料子会比较厚实一点 关加它还带色 这一只的话也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也还是比较不错 那下面我再给你们讲讲那个镇圈吧 这位平安卓它的一个韵意呢 很明显啊 它就是平平安安 有一个消灾 消灾必携的一个应意 也是非常不错的 像这种平安卓呢 就比较更大众一点 因为很多人都会比较喜欢 这种大众的一个圈形啊 然后前面这两只呢 它是价格品质都非常非常好的 像里面这一只呢 它是带一点点小色 带点古绿色 但是它的种水呢 是在一个诺种 也是一个大众圈口啊 像这种 像这一只的话 它的价格的话 就在一个千数 八九千这个样子 像这种平安卓呢 怎么去区分 就是很明显啊 就是它是内里面 圈圈里面呢 它是平的 然后圈圈外面呢 它是一个圆的 就是一个内平外圆的一个 这种 然后一个正圈啊 圈形的话 它也是圆的 这种的话 它就称为一个平安卓啊 像这两只呢 它的品质要更好一点 价格的话 也是一个两万多 两万多接近三万块钱 差不多 这两只 价位的话 都差不多的 像这只的话 它整水要更好一点 这只的话 它是一个新诺冰往上的 它的花飘得会比较少一点 然后它的底子 是带一点点淡淡的 一个小清水底啊 这一只 然后底子 它是非常干净的 我不知道视频里面能不能拍得出它那种通透感 像这只的话呢 它飘的花色就会比较重一点 它是属于一个深浪花色的啊 然后它的底子的话 它是有点偏蓝 偏蓝掉 就跟刚才我们看的那只的话 它是不一样的 然后 颜色也是 现在说会比较深 所以说这两只的话 它的款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一个色深 一个色浅 我就三只一起带了 这样的话 也不给大家浪费时间啊 三只的一个感觉 那这只 清水底 飘点小花花 花色飘得比较少一点 种水 但是它种水是 这三条当中 种水是最好的一条 好 弄冰往上 这一条的话 它也是弄冰的 但是它没有上啊 像这一只 这一只的话 它就是一个弱种嘛 弱种的话 它就没有什么通透感 当然它的种水是比较老的 贵妃圈的话 我也给大家讲过的 那像这一只 还有这一只 这一只也是贵妃圈 这三只 这三只的话 它是品质是完全不同的 这一只的话很明显啊 一看就知道 它的品质绝对是最高的 这一条呢 它的底子是 也是非常干净 而且这一段的话呢 它是已经提到一个荧光感了 我先给大家介绍这一条吧 然后下面两只的话 等一下再给大家介绍 像这一只呢 种水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啊 它的种水呢 是在一个弄冰往上的 然后飘的一个是 它是属于那种 也不是也不是说兰花了 这一条它有点偏绿 也可以说是一个海草 海草绿 它的一个飘色 要打灯的话就更好看了 这一条 我上手给你们看一下吧 像贵妃圈呢 很明显啊 它是一个椭圆形的 就跟我们的一个鸡蛋那种形状是一样的 但是像贵妃圈 它是属于那种比较贴手的啊 尽量的不要挑这种圈口太大的 像我带的这一只呢 我带这种圈口会比较大一点 如果说你们喜欢贵妃圈的话呢 就不要怕手痛 很多女孩子会去佩戴它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对一些美好的事物会有一些期盼 就比如说是对幸福啊 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很好的一些好运啊 一些女孩子会去佩戴这种贵妃圈 而且这一只肘子的话 它也是品质比较不错的 这个价格的话 就在一个一万九左右 它是比较属于比较 有特色半山半水 也可以称为一个鸳鸯啊 它有点类似一个鸳鸯卓了 一半山一半水嘛 也可以称为一个阴阳卓 反正呢 它的叫法还是比较多的 虽然说我现讲的 好 然后还有两只 还有两只贵妃 像这两只贵妃呢 这一只它的圈口会比较小一点 会比较细一点 但像这一只它的价格的话 是在一个九千多块钱 但这一只的话 我不是很推荐 因为它圈口比较小 然后品质也是可以的 但是它没有什么 很好的一个特点啊 但我要推荐的话 我肯定是推荐这一只 这一只的话 它料子会比较厚实 这一条它是一个贵妃 然后它的圈口的话 也是比较大 用料比较多 种水呢 它也是在一个新楼化网上的啊 然后它是淡淡的 飘一点点小果粒 这一条的话 你们想象不到它的价格 它的价格才四千块钱 哦 还有一个美人酌 美人酌我没有跟你们讲过 那刚好这里有一只 像美人酌的话就比较少啊 那美人酌咱们怎么去分辨呢 美人酌的话 它就跟贵妃圈的圈 圈形的话 它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是里面 内圆外圆啊 像贵妃圈的话 它是内屏外圆 椭圆形 像这一只的话 它就是一个椭圆形的圈形 然后是内圆外圆的 那比较细小一点 它用料的话也会比较小 像这种美人酌的话呢 它就是专为南方的女孩子 去打造的 因为南方这边的女孩子呢 它是属于比较温柔 比较温柔 比较腼腆的 然后人也是比较小巧一点的 所以的话 这种桌子就是专门为我们 南方人去打造的 我是不是有点太焦 我很温柔的 就跟我 对 我手上也带了一只 就前两天 我刚刚去安利的一款 这一只的话 这一只的话 我当时收下来 一万块钱都不到 才九千八百块钱 这一只我收的 它的颜色是非常不错 虽然说它的种水 就是一个弄种的 但是它的颜色很一样 小细条子 它用料比较小 我换镯子了 姐姐们 我要一天换两个 你们有没有发现 像双双戴的手镯呢 都是比较细的 因为我的话 我的手它是比较细 所以我就比较偏向 会去挑一些比较细的 适合我自己的 今天讲了那么多 在我们评论区留言的 那位粉丝姐姐 你现在知道 你自己适合什么样的款式了吗 但是今天的话呢 我讲的都是一些 市场上比较常见的 这种镯型的手镯 还有一些比较特色的 就比如说 公镯啊 还有一些麻花镯啊 还有一个就是鸳鸯镯 像这三款的话 它都是属于一个特色镯 包括你在外面市场上的话 它也是属于比较少见的啊 就包括我出去外面 在市场上见到了 我也很少会去收那种镯子 因为像那种镯子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特色镯 很少会有人会喜欢那种款式的 所以的话我就没有 很刻意的去看那种镯子 但如果说粉丝们 你们想要看那种镯子的话呢 后期我可以给你们 专门初一期那样的视频 你也是可以的 还有如果说视频当中 有粉丝们想要着手镯的 可以在评论区给双双留言 因为后面的话呢 双双还会再去接着去进货 还会有很多的美拙 去给大家挑选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我是双双 好事成双的双 记得关注哦